本集《星光龍碎》的嘉賓 其實我認識了他很多年 這麼多年來, 他的樣子一直沒有變 仍然這麼英俊, 而他的演技還越來越好 在劇集《分頭時》裡的演出 也令很多網民讚賞 我想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他是誰 你好, 子雅, 你好 最近真的很替你們開心 因為劇集《分頭時》的演出 很多網民都大讚題材、貼技之外 也讚你們演員演技很好 是 還有一個點是, 子雅真的很英俊 可能有副眼鏡幫忙 是不是?其實你這個英俊的讚美 我想由你入行到現在 應該都聽了很多年了 是 是嗎? 當時入行的時候 因為比較黑和比較健碩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知道你本身在做《九生園》 就是你的樣貌讓別人發掘你 不如入行當演員吧 是不是這個原因? 原因… 我想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是 最大的恩由 是因為當時我拍拖和女朋友 她去拍攝, 我真的陪她去 當時我坐在電影公司門口 然後有一家監製走過來 有沒有興趣拍戲? 然後我看一看, 可以試試看 你當時的心態是怎樣的? 有人叫你來入行當演員 可以, 試試吧, 玩一下吧 如果不行的話就算了 還是怎樣的? 因為當時我有跟家人聊過 因為當時我不是打算 永遠都是做救生員 我打算去做消防員 對, 去做消防員 我也準備了很多東西 譬如我考考潛水教練 已經準備好很多資歷去考消防員 是 但是我跟家人說 我想去嘗試做演員 我想對他們來說很大衝擊 沒想過? 沒想過 而且他們當時也有擔心 娛樂圈大嚴崗 擔心小朋友 學壞 學壞 我也跟他們說 你給我五年時間 如果我真的覺得不行 或者不適合 我二十五歲的時候 再去考消防員 還可以 還可以 但起碼我試過 試試試, 就到現在了 那五年裡發生了什麼事 體驗了什麼? 那時候經理人介紹我進來TVB拍劇 拍了我人生中第一部正劇 是 就是四葉草 四葉草 沒錯, 四葉草 拍完四葉草之後 可能有些監製看到 他覺得這個男生挺特別 然後真的拍了一部長篇劇 是 就是跟Bobby 粉絲他們拍的尖指攻略 踢球的 很多年來 我看見你很多角色上 大家找你都做一些 真的很陽光 對, 弟弟 是 專業貧士 是 正義 總之陽光所有這些 基本上所有陽光的你都做過 對, 都做過這些 你當時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好像來來去去都是這些 那時候就是希望可以做好 有些曝光已經很好 熬過 是 知道其實很難才能有多氣氛 你自己呢? 你自己會不會到做了幾年之後 開始 我是不是想有更大的挑戰 想過十年 過了十年之後 開始有這個想法 對, 過了十年 其實前十年都好像在摸索 有段時間 我知道你出去闖一闖 是… 那段時間帶給你一些什麼經驗 什麼體驗呢? 我覺得我們香港演員很厲害 為什麼? 因為我會去闖一闖 因為我會去闖一闖 即使我出去闖一闖 其實我也不是為主角 是 你不是為主角的時候 你就是要爭取每一個曝光 因為你拍攝那麼多 不代表你出那麼多 是的 會自然 其實我用來拍攝 最後剪剪了十分鐘、五分鐘的氣氛 不如動作方面 可能他會覺得 我心裡想 這個年輕人挺強勁的 可以給你一個鏡頭 但是也要你自己的能力做到 那時候動作… 沒事的 現在差一點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 مul大了 容易搶傷 而且現在真的看我會行動 以前覺得, 譬如我在三、四米跳下來 我覺得很容易, 沒什麼難度 多數都說不如自己做 放一點探索臉在家裡 但現在跳下來, 腳有點震動 而且很容易咬茶 是的 這個真的不能不承認, 真的 是 差十年就差十年 是, 而且現在多了很多顧慮 盡量希望自己不要受傷 回去又要給老婆了 是的 這個最重要 你怎麼自己來? 你還年輕嗎? 他真的會這麼直接地說你 你這麼小嗎?自己來 因為知道你很喜歡動動 說到你在TVB應該是第一套男主角的劇 你就知道你拍得非常開心 其實說是第一套男主角 但其實我也是剛剛第一次這麼重的氣氛 可以說那一套劇是沒有男主角 因為我自己也不覺得是 而且最重要是年輕人 是呀 都去台灣出寶 是呀 然後去到… 又可以踩單車 是呀 而且很多朋友都吃了很久 所以我一齊出去, 一齊拍完電影 就可以吃一飯, 挺開心 你這個心態到現在還是這樣嗎? 其實我是, 我是保持這個心態 是, 但可能有些人 有些演員會覺得 我是否應該要有一個款式出來 感覺才知道你是男主角 你自己這方面的想法 你又是怎樣看的? 我不覺得, 因為尊重不是你自己擺款 而尊重 是 尊重是別人覺得你有這種份量 重心尊重 不會因為你做了某些事情而尊重 我經常舉例, 像陳豪一樣 陳豪也…譬如他拍戲不會有助手 自己一個, 什麼都是親力親為 對 但是大家會發自內心的尊重 這就是累積你 不是因為你擺款 是 對…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傳承 TVB有一件事就是傳承 就是你看到很好的榜樣 其實應該是要模仿, 去學習 然後, 其實過了十年之後 或者二十年之後 你後一輩人會看你 對, 我覺得這樣下去 整個拍攝過程都會融合 你剛才說傳承這一點 會影響到下一代的演員 是 有沒有上一代, 就是你的前輩 是誰影響到你呢? 有 其實我覺得Logan也影響我很大 他教了我很多東西 他教了我關於演戲的東西 他說第一, 要英俊 第二, 要讓觀眾知道 其實你是有這樣的經歷而做 所以你可以做到一個 令人喜歡的反派, 成功了 好, 正等於我覺得 吐用到你是分口視你這個角色 是的 你這個也是一個… 大家可能一開始會覺得你一個壞男人 你符合了你是英俊 是的, 去演這個角色 當你知道自己要去演繹這個角色的時候 第一件事, 你要想到什麼 我應該怎樣去處理好呢 就是想到剛才那個項目 就是那個項目 就是想到一個項目 就是怎樣讓觀眾知道 你為什麼變成這樣 是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得好像很簡單 但是在蝙蝠上有些感情 為你要拿得很準 我自己覺得很多場合都很虐心 是 如果對於你, 我問你 你會不會覺得哪一場 令你拍攝時也會很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在法庭上 對於你, 最後放棄 撫養拳 撫養拳 亦跟太太認錯那場戲 是 其實那場戲是第一天拍的 第一天拍? 第一天拍, 整部劇第一天 是 對, 他寫的對白是很好 很感動到我 加上那個環境 這個環境令我覺得… 是不是要搶走我的心心? 我的心心很痛 對 然後我坐在演員的位置 我先把自己尋聚在那裡 是 沒有還, 因為很難得 找到感覺就沒有還, 拿著線 然後加上一對白 結果其實幾滴就過了 然後監製也說 真的想不到 是 即是第一天 你已經這麼快進入狀態 對, 所以你覺得 你覺得自己本身真的有個女兒 對你這次的角色 是不是也有點幫助 其實我覺得因為做了爸爸 以及結婚 是的 是真的 因為很多人覺得結婚的男人 會成熟了 是 其實我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是 其實我心想, 我哪一度成熟了… 太粗重了, 不好意思 我心想, 哪一度成熟了呢 然後我心想, 我覺得是因為眼神 以及… 怎麼說以前沒有負擔 但是當你有加失之後 你覺得每一句說話 每一句言行都會影響到家人 加上照顧小朋友是很累的 是 所以眼神又不同了 所以我想知道這部劇 太太有沒有看過 我有給她看 因為我有給她剛才那場 我說, 老婆, 看看我的造成 我覺得自己… 我有信心, 她應該會賺我 是… 不是這麼說 是 然後她就敷著馬屎 我知道你怎麼做 做得不錯, 有機的 是嗎?她也稱讚你 是 你自己對這部劇 你會不會也有信心 覺得獎項方面也有機會 大家都在這個行業 其實我也很坦白 是 誰不想獎項 是 我真的很坦白, 但我覺得… 因為之後我們… 很多厲害的劇 厲害的人排隊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劇 年尾又記得我的話 是 我已經很開心 而且其實我這次 我也覺得自己得到 比我想像中多的東西 因為我這麼多年 都沒有什麼被人稱讚過 真的這麼一致性的 觀眾的認可, 其實是第一次 我反而想知道 她看到你和劇中的女兒 女兒, 月月 我以為… 我會想她看到你 你和劇中的女兒的氣氛的時候 她會不會更加感動 因為你真是現實有個女兒 這些戲她有看過嗎? 沒有 反而沒有看過 真的看了很少 而且很多社交媒體的短片 但是大部分都是比較親密的短片 對 她就說… 她只是這個反應而已 對… 沒有記憶 因為我真的沒有避案 很多人都說… 你一向習慣了不會避案 還是怎樣的? 不需要, 不需要特別 因為… 等於當時她和Chilam拍攝《家族榮耀》 對 不停的極主 對… 對… 我心態還是覺得做事… 我都… 少許吃醋都沒有 我直直跟她說 如果我讓你選對手 我都會幫你選Chilam 你很大方 對 對 我跟Chilam說過 你又會負責 對, 會負責 他會不會跟你說 你這次也很有宴福 有Yoyo, 有敏逸 盡力做 因為我們不是故意賣弄這件事 不過你在探討婚姻出軌不忠 誘惑 很難避免… 比較親密的場口 對…比較親密的場口 也是 去支持的 也是 記得你曾經說過 家裡已經有一個侍候 如果你自己也拿到私底 就更完美了 這個想法仍然存在嗎 存在 仍然存在 我覺得很浪漫 是嗎 對, 而且我跟老婆說過 我作為演員 當然希望得到某個公司 可能又讚賞你 給他獎金, 很開心 但是在家庭裡 我會覺得…好像是否沒試過 好像真的沒有 我也在想, 有沒有呢? 真的好像沒有 對, 我真的沒有 我也有幻想到 洗澡的時候 老婆, 如果你這樣成為第一對 那就挺好 對 這個想法也佔了我一半 對 吸引力法則 對 多想想 你幫我, 你到時候投票, 剪我 一定, 沒問題… 好, 今天謝謝你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希望你剛才所說的所有的願望 所有的計劃都可以順利地 去成真和達成, 好嗎? 好… 今天謝謝你 謝謝… 我的座右銘就是 慢就是順暢, 順暢就是快 大家好, 我是羅子逸